它已经很细了 给它搅开 这个汤底就很漂亮了 有了南瓜泥之后 这汤就是金色的 金汤已经出来了 而且这个素鱼翅也在里面煮着 而且这鱼翅本身就是很容易成熟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虫草花 虫草花要先泡熟 很滋补很营养的这样的一个汤羹 搅拌均匀 它这个又烧开了 在准备起锅之前 这个增加它提鲜的味道 可以放上一些香菜梗 就完全用香菜梗 香菜梗 香菜梗不能多煮 在起锅之前给它丢进去 搅一下 这香菜叶子为什么不能放进去呢 影响汤色 煮太久了它的汤色会变掉 那后面化了它这个颜色会更好一点 最后 加一点丝粉 打芡 南瓜虽然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粘性 但是你看我们加了这么多水 那个汤底看起来还是不挂糊 所以要给它加一点点的这个生粉 再加上油 低几滴油 好 我们加入富含DHA和EPA的金龙驴深海油调和油 这油要等起锅的时候加 太早加效果不好 这也是增加汤的一个亮度了 对 你看这整个油花就冒出来了 好 所以一点就够了也不能说加太多 最后 这个菜还有好几个最后 一个一个顺序 对啊 你每次说最后的时候 我都以为要结束了 淡青 轻轻地搅进来 我更加一个汤底的这个颜色 好 把它熄火 好 这去熄火 这回真的是最后了 对 最后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韦杰老师给我们分享的美味了 一道可以艳客的很美味的素鱼翅汤羹 叫做金汤鱼翅羹 好 卖相非常好 那究竟是怎样做的呢 这会带着大家再来回顾一遍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汤羹究竟是怎样做的 南瓜事先蒸熟透 倒成南瓜泥 鱼翅和虫草花泡发备用 起锅加入清水 盐鸡精和鱼翅加热 待锅中水烧开后 加入南瓜泥融合 接着加入虫草和香菜梗 接着用湿淀粉勾个薄切 调入胡椒粉 最后搅入蛋清 出锅后撒上蟹肉即可 健康小提示 南瓜含有淀粉 蛋白质 胡萝卜素 维生素B 维生素C和钙磷等成分 南瓜中的高钙 高钾 低钠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和高血压患者 有利于防治骨质疏松和高血压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所以有很多菜并不是个难做 你看完了之后 大家都是过一遍 很多人都学的会 主要这个线后顺序 还有一个配搭 那其实现在我们煮的这个汤 已经很漂亮了 那韦德老师说 再给它装扮一些 那这个在酒店里面 这样子我已经就可以了 我自己给它 再增加一个美味 把这个蟹肉碗 这个挑好的蟹肉碗 这个再轻轻地 散在这个汤面上 蟹肉味道非常的鲜美 蒸熟之后 你有功夫的话 把它挖出来 就铺在上面 而且这个季节慢慢地 把蟹肉也是很好吃的时候 增加一些进去 整个汤羹看起来 很有质感 好了 这就是今天 就韦杰老师和我们分享的美味了 不妨在家里面揍揍看 从现在开始起 拨打热线电话的前15名观众 将会获得由金龙鱼提供的 3A加营养 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一瓶 节目最后 我们要特别感谢 大正智能集成造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要谢谢金龙鱼深海鱼油调和油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同样要感谢太太乐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韦杰老师的光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祝你好胃口 拜拜 明天的节目中 敏菜大师杨伟华老师 将带来一款五星级推荐的菜肴 流星包春卷 素食混搭 给你惊喜的味道